行是因还是果? 果 是果嘛 行元是行是因还是果? 因 所以行是因还是果? 也可以因也是果 它也可以是因也可以是什么? 也可以是果 就好像你现在 你现在是果嘛 你现在可不可以生起烦恼? 可以也可以造因 所以你是果也是什么呢? 也是因 那重点呢? 佛法是在你现在感的果报 跟你现在的噪音哪个比较重要? 噪音 菩萨为因 因是比较重要 因为果报已经造 你现在受的果报 是因为过去噪音嘛 那你要改变这个果报 用什么方式? 再噪音 对不对? 比如说我过去的果报不好 我再噪音 我的果报就会 慢慢增上嘛 就像颜欲经一样 我过去造了很多的恶业 很闲 所以我现在造什么? 善业 所以从因去改变 还是从果去改变? 从因去改变 所以刚才提到说 无明元行 行是果 行元事 行是什么呢? 因 所以行是因 也是什么? 也是果 那无明元行 行元事 行是因嘛 因生果 是是果 他又是因 然后呢 又生明色 明色又是果 果呢 他也是因 生什么呢? 六入 所以十二支的每一支 都是果 也是什么呢? 也是因 比如说我们说生老死 我们会有生老死的果嘛 对不对? 生老死是一个果嘛 那你在生老死的时候 生老病死的时候 你又造什么? 你又造烦恼 所以你又是因 由因呢 你造的烦恼又从前面来了 又无明 又是因 因 又又敢行 行又敢事 名色六入 触受爱 取悠 再轮回 祸夜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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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恼起祸 造业 感的苦果 苦果的时候呢 又起祸 造业感的苦果 感的苦果的时候 又起祸 造业感的苦果 一直不断的轮回 好 所以呢 我们在缘起的染境当中 生死流转 这是一个流转的染法 那境法呢 它其实非常简单 你只要怎么样 秦贼仙秦王把那个无名灭了 无名灭 此无怎么样 故彼无 假如没有就没有隐 没有无名就没有行 没有行就没有事 没有事就没有名胜 没有溜入 没有出五寿 爱举有 生老病死的轮回就怎么样 没有了 这没有是好还是不好 非常好 这老死要灭烦恼也要灭 好 那所以呢 我们从缘起的定义跟缘起的序列呢 这两个呢 再搭配缘起的染境 那它的内容也含瓜了这个缘起的二门 也就是这边所讲到的 义的存在是由于假的存在 义的存在 义的存在是因为有假的存在 没有假就没有义 好 生死流转是这样 没有假 没有无名 就没有什么呢 行 好 你就还灭了 这是一个道理 这是一个理则 那说明在事项上面呢 就是这 这个十二字 这是一个道理 这是 事项上 有这个十二个 内容 那我们先知道 这样的一个定义 理则 还有它的缘起的序列跟内容 还有我们如何 这个解脱环面 跟我们为什么会流转生死 我们先有一个概念 那等一下呢 我们会配合三四两重因果 我们再把时间呢 再把它架进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来点一下 我们先把时间灵活 我们先继续 我们先去 我们先来说 我们先来点赞 当你的慈悲心启动了 慈悲将不会停止 生生世世一辈子陪伴着你 和我们一起来慈悲吧 重视人生成就生命 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迎向未来 接下来请收看补体系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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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上次分享佛说四十二章经 第十二章 举难劝修 仍有二十难 第十七难 见性学到 我们要修学佛法 主要是为了明心见性 见到我们的本性 要认识到本来的面目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办到的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所谓学道如牛马 悟道如领角 修行学道的人很多 开悟见性的人却很少 见性是不容易的 众生有佛性 为何我们至今不见其性 涅槃经说 虽有佛性 以未修行诸善方便 事故未见 以未见故 不能得逞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众生虽有佛性 但未修行 故不见其性 六主谈经说 云斜见障众 烦恼更深 犹如大云覆盖余日 不得风吹 日光不现 佛性是日 被我们斜见烦恼的乌云所覆盖 要借由正见 修行之风来吹善 方能波云渐日 当我们不明白真相时 此见则为邪见 也就是妄想执着 若能了悟 则转邪见为正见 今天继续分享第十八难 随化度人难 随缘随分来广度教化众生 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必须要观积斗教 硬病与药 对于某一众生 他的根基是高的或是低的 他是喜欢修密宗的 或者喜欢修净土 或是参禅慈见 研究教理 个人的根基都要了解 才能够随化随缘来教化 依着各种不同根基的人 开示不同的佛法 为初小心身闻之人 说于小秤 为于忠心圆觉之人 说于忠秤 为大菩萨大道心人 说于大乘 有一个观积斗教的小故事 有一个老婆婆生了两个女儿 没有儿子 这两个女儿都很勤劳 老婆婆非常疼爱她们 辛辛苦苦地把她们教养成人 而且都找到了好归宿 生活过得都很不错 大女儿嫁给卖雨伞的 二女儿嫁给做面线的 老婆婆因为疼爱女儿 对女儿的事业特别的关心 这位老婆婆特别会哭 人们都称她为姑婆 当天气好时 看到大太阳出来 她就哭 因为太阳出来 大家用不到雨伞 大女儿雨伞就没人买 担心大女儿没生意 于是哭个不停 如果碰到了下雨天 她还是哭 哭二女儿的面线 没有太阳晒 没面线可卖 就这样一年到头 不管是雨天晴天 总是哭 有一次 有一位禅师经过 看到老婆婆在哭 就上前问 老婆婆 是什么事让你这样哭呢 老婆婆说 唉 你不知道 看见大晴天 我就为大女儿的雨伞 卖不出去而担心 下了雨 我二女儿的面线 晒不成了 怎么不叫我操心 我怎么能不哭呢 禅师知道了原委以后 温柔地告诉她 老婆婆 别哭了 你应该笑啊 老婆婆说 我应该笑 我怎笑得出来啊 禅师说 下雨的时候 你应该为大女儿 卖的雨伞 会有很多人买 要高兴 要是现在出太阳了 也要为二女儿高兴 高兴二女儿有面线可卖 所以 不要做哭婆 要做笑婆 听了禅师的开示 从此以后 老婆婆 每天都欢欢喜喜的 不再哭了 这就是随缘度放 我们要弘扬佛法 要劝导人来学佛 归一 就要用智慧和辩才 有一则典故 是出自佛说 《撒罗国经》 过去有一个大国 名为《撒罗》 土地宽广 洁减 洁净人民众多 富裕安乐 公益巧妙高养 盛行文士 多产五色循环等 争取一宝 城郭楼阁街道门市 街图经营方圆静好 绕城浴池里 长满莲华 云鸯鸠鱼 家喽喽 孔雀 鹦鹉等等 在池中飞翔追逐 昼夜妻子 香河地窖 《撒罗国内》 男男女女 乘日游戏 歌舞契月 无有焰烛 热不可置 智世较慢 不解佛法 自认称心快意 天下无双 当时佛陀在社会国起诉及孤独园 遥见 沙楼国百姓 成立坐任 不知思维无常 生死之苦 终日贪恋懒卓色欲 不知